蠻大街的大家都在说老师儿 这个是我比较常常听到的 当然我讲的不是很地道啦 用大家熟悉的语言跟音调跟称谓 我觉得还是很容易去拉近彼此的这些距离跟关系 我叫白颖豪来自中国台湾台北市 我来到锦南这个地方是09年来的 本科研究生到博士 在这个期间呢我也在这边也就成家立业结婚了 然后我的工作呢是名中医临床医生 我平常的工作就是看病 对对就是替患者解决问题 台湾叫番茄这边叫西红柿 台湾叫马铃薯这边叫土豆 其实刚开始会有这些小乌龙小笑话 刚开始确实是有一点点的不适应 但是呢我依稀记的大概在两周左右 我就已经可以很适应这边的生活 刚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山东这些老乡啊 就是比较纯朴而且很耿直 有时候会请教一下这些朋友问题 给我的感觉都是这些人特别的朴实 而且没有什么心眼 不能熬夜啊 透支自己的身体 他是从东营来找我看病 其实当时我一看到他那个情况 我是觉得这么辛苦那么大老远的 记得他是个中学的老师 他教的很像是数学还是物理之类的 但是看到他原本先天这个残疾 他是有点脑瘫 所以他走路是有点小而麻痹的这种感觉 然后人又不舒服 然后来这边治病交通费 住宿费还有治疗费 其实对他来讲都是 我觉得是很大的负担 但是我这边能做的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帮他 尽我全力把他治好 第二个呢就是在我的权限之内 我可以给他减免一些费用 这里就是我的家 这里也是我的家 我很喜欢这一块土地 我很热爱这一块土地 不然也不可能会去参加抗疫这件事情 也是想贡献我自己的这些专业吧 方畅里面有什么地方是可以需要用到我的 以这人心 我们就是应该贡献自己的专业跟所学 我最大的感触是一线工作的不容易 方畅里面也算是比较险峻的地方 当我到里面之后 我发现所有的工作人员 基本上他们都没有休息 外面就是大家已经恢复正常了 但是可能很少人了解到 真正一线人员 他们是付出了多少的辛苦 不光是方畅里面的 包括我们平常在外面的 街道上的社区的医院里面的 这件事情是对我是非常有影响 而且我也觉得这会是我这一辈子 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回忆 大部分的药材 都是在我们住过大陆产出的 而且在这次新冠疫情的时候 中医药也取到了一些很决定性的一些作用 我们的中药 我们的针 我们的灸 我们的推拿 基于现在这个政府 对我们中医药行业的大力的扶持跟发展 我觉得也给了我们一些很多的机会 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帮助 也让很多老百姓 更认可了我们的中医的治疗的疗效 现在的大陆是非常发达 非常繁荣 非常昌盛 人口多 地方大 那机会相对也是会多 想要来大陆发展的台湾的这些青年 我想跟他们说的就是 欢迎你们过来 看看我们美丽的祖国大陆 你会发现 也许是跟你们原本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青年所见 你才能够去有所体会